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今年有高达1500多件作品报名 最后选出了45部作品参展 在台湾竞赛单元里 紧扣近年的社会时事 不能戳的秘密二国家机器 痛批政府隐匿灾情 而纪录片公民不服从 则是记录了这五年来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 在国际竞赛单元中 议题从教育艺术创作到政治问题都有 呈现当代环境下的各国真实现况 跟着土地在走 好像你把整个人都献给土地的感觉 采用台湾少见的dance film拍摄手法 记录无垢舞蹈剧场 在各大艺术节的演出画面以及创作过程 导演陈欣怡的新作《行者》 入围今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台湾竞赛以及国际竞赛单元 同样入围台湾竞赛片的 还有九把刀剑制的十二页 记录流浪动物面临的处境 受到广大回响 而余生赛德克巴莱真实记录下物色事件相关者后代的生命历程 这部影片还在台北电影节拿下最佳摄影奖 我不回答你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天大的整个行政团队 由上而下指示下来隐匿疫情的一个重大的弊案 你有货别权 你说话小心一点 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活跃 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2 国家机器以及公民不服从 带出媒体镜头下看不到的观点 也同样入围台湾竞赛片 真正的生命 其实它是穿梭在不同议题里面的 因为这个生命才会有独特性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去记录这个生命的这个导演本身 它的生命状态也会更多的呈现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因为被议题拉着走很危险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处理什么议题就怎么拍 处理什么议题就怎么拍 那只是找到不同的人去拍 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今年参赛作品高达1534件 共有117个国家共襄胜举 最后选出45部作品 在国际竞赛中 南韩的纪录片《贪欲帝国》 拍摄三星企业以及劳工长达七年的抗争 上映后引起广大的关注 最后更促使三星道歉赔偿 而亚洲竞赛方面 导演朱博颖以及廖逸林的作品 《山上的小女子举重队》 深刻描绘一位举重国手 带着三位布农族女孩 成立举重队的故事 他们不只拿下胜利的奖杯 也面对各自的人生考验 那个孔雀的感觉 那个孔雀就一直在 跟我要起底了 黄明川导演的《一个女艺术家之死》 则记录下离癌过世的艺术家 许淑贞一生的创作过程 中国的纪录片《星火》 呈现1959年的大饥荒问题 带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因为我觉得台湾 跟其他亚洲的国家 相对之下有一个好处 台湾没有宗教上面的 特别的一个热衷 然后台湾没有特别 对政治上面的一个专属性 所以台湾在很多的部分 其实它是可以接受 亚洲各个地方的东西 都可以进到台湾这个场域 来进行讨论 则展人说 纪录片影展 从双周年改为每年举办 希望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